2块钱的眉笔还双头双色 遮瑕巨牛 9块钱的眼影盘 新手很实用 牛奶粉超鲜嫩 叮咚 雪深堂姐妹集合 200多块配齐全套彩妆 我发誓妆感绝对不廉价 这些都是我跟我团队不同复制的姐妹 在这么多评价彩妆里 一个一个给你们试出来的 放心看没广告哈 先来说底妆 油皮姐妹的话推荐这两款 它们都是那种很巴脸的半雅光妆效 像TO的这个是遮瑕比较强的 痘印哦基本能遮个七八成以上 就是妆感会稍微重一点 然后加里玛的这个就跟DW有点像 抗暗沉啊 齿妆的效果都还不错 专皮姐妹就推荐这两个 柳斯木这一瓶是非常水润的那种 上脸很薄透 而且氧化的也不多 小奶猫这一瓶呢 就更奶油肌的那种 遮瑕力会好一些 但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暗沉的情况 大家可以安需选择哈 接下来说遮瑕后 这一盘高体是超级润的 但遮盖力很强 而且又很拔脸 你用它里面配的这个海绵头哦 在有痘印的地方 垂直搓搓搓 还有质啊 都能遮得轻轻松松 你等个20秒 让它干一点 再上后续的底妆也不会被蹭掉 再接下来说定妆的散粉 干皮哦 你就买KATO的这个旧版的裸色 上脸哦 毛孔有那种被揉糟过的感觉 上脸没上 如果是油皮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这个 它的控油的效果会比KATO的好 本质也是很细的 轻轻按几下我整张脸就会变得干爽 雾面 油皮用它定妆哦 三四个小时都不用不用 再接着这两个氛围感神奇的腮红 HOLD LIVE的这一盘 15块钱三个色 很秋冬的奶茶配色 显色度是比较高的 这个系列我还有这一盘 就是夏天用的时候也很好看 还有黑兔的这个 它算是定妆腮红二合一的 所以上脸哦 持久度会比一般的腮红更好 你看我今天本身这个妆 就是拿它打 整个人就碰起来了 又不会有那种很重的粉感 眼影呢 给你们找到的是这两盘 这个灰粉色的综合盘哦 就是你怎么画都不会出错的那种 你看打底 消肿 眼线 亮片 腮红色 都有了 才26是真的很划算 还有这一盘 日常哦 最实用的颜色就都在里面 才9块钱 显色度也不错 特别是这个颜色 你拿来整理眼妆脏脏的地方啊 提亮 卧残 都很好用 小缺点就是它的持久度会差一点点 再来说眼线笔 你们就在这三支里面选 都是几块钱的价格 画出来哦 细致又流畅 怎么蹭也不掉 但是这种便宜的眼线笔哦 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就是你用久了之后会有落幕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平时用完了就这么立着放 再来呢 跟你们说一对完美的睫毛组合 You Kiss的这个睫毛打底 配克莱欧的这个小红帽 再容易开的睫毛都能翘一天 You Kiss其实我用的是棕色 平时淡妆的时候就怕当睫毛膏用 刷一层根根分别又很温柔 这个克莱欧的红帽子是我身边化妆师人手一致的 它这个刷头就刚刚好很适合新手 不用技术哦 就能把睫毛刷得又长又密 防水持久力也蛮好 然后我们来说修容哈 施配你的这个修容简直就是施配钢 你看它这个粉压的巨石 超级耐用 就根本用不完 它这个阴影色 颜色跟质感都不差的 扫在下一个线这边 你也不会觉得它显脏 这个高光色 它也是那种黄调里面带着微微珠光的 就很适合亚筑的 最后呢来说 画眉毛的 这种老式眉笔 有双头双色 8块93只还包容 它原本是弄圆头的 但是我觉得萧纯砍刀之后会更好用 画出来的显色度也刚刚好 新手就不用怕下手太重了 不想削比的懒人姐妹 你们可以看这一只 它是这种旋转头 画起来也是很丝滑 不会结块 握感也很舒服 才6块9 我真的觉得好香 还有如果你喜欢用眉粉的话 就推荐适配你的这盘 才15块我用5.7克 别看它颜色深厚 你画起来 它是能跟本身的眉毛 融在一起 上次那个辣味淡妆 就是用这款画 那口红的话 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因为评价的品牌 色号都太多太多 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看我的口红品气系列 还有更多同系列视频 记得关注我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